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 已经就中方的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始终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当前最重要的是 尽可能缓解当地局势 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失控 联合国和有关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动 都要以地区和平稳定为重 以各方普遍安全为重 为紧张局势降温 推动外交解决起到正面作用 遗憾的是 本次紧急特别联大表决的相关决议草案 事先没有在全体会员国范围内进行充分磋商 没有全面考虑当前危机背后的历史经纬和复杂矛盾 没有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 也没有突出推动政治解决 加大外交努力的紧迫性 这些都与中方一贯坚持的立场主张不服 我们不得不对决一草案投了弃权票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推动有关各方 尽快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通过对话协商 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 中方院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